这不是快到旅行忘记了吗 赶紧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时这些照片跟视频 都是如何进行备份以及存储的 好让大家在旅行的途中不要再犯 我曾经犯过的那些错误 随着这几年SSD固态硬盘的价格开始平民化了 让我的照片和视频的存储方案呢 有了很大的变化 整体来说就是体积变小了 但容量却变得更大了 移动办公越来越方便了 没错 以前我就是带着这俩大硬盘出去旅行的 照片和视频数据呢 是咱们最珍贵的资料 需要加以特殊的保护 特别是旅行当中这种节奏特别快 又非常混乱的环境 非常容易出错 今天呢就来分享一下 我正在使用的移动存储和备份的方案 它是我平时日常拍摄 以及在外出旅行的时候 都在使用的一套处理流程 买了相机就得买内存卡 现在很多相机啊 它还是双卡槽的设计 在数据安全上呢 确实要更有保障一些 我也推荐大家去买双卡槽的机身啊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买内存卡 咱们一买就得买两张 在内存卡的容量上如何去选择呢 如果您拍的大多数是视频 特别是4K 8K这种高清的 或者是延时等等 这种数据量比较大的拍摄题材吧 像我拍的就是这类题材 那么推荐购买至少256G的卡 像我这个D850 它主要就是用来拍延时的 还是高相素 所以呢我给它配的就是256G的卡 大概可以存储2000多张吧 足够拍一天的素材了 有时候两天的都够 那如果只是拍摄一些单张照片 偶尔拍一些小视频片段什么的 那么我可能会更推荐您去购买128G的卡 这也是目前市场上性价比相当高的一个容量了 特别是这种V60的卡 128G的价钱呢 您可以看一下最划算 像64G的卡呢 现在买其实也是比较划算的 就是128G的一半 但是如果咱们用的是这个高相素的相机 那么64G的卡呢 就存不了多少张了 像3000万像素以下的机器呢 买64G还是可以的 这个内存卡的容量呢 还真不一定是越大越好 如果咱手上就这么一张卡 出门旅行7天 全部的照片数据全都放在这一张卡上了 那么风险呢 也全都压在它上了 双卡槽的相机呢 还好咱们有两张卡嘛 那如果这个相机是单卡槽的话 那就会非常的危险 一旦这张卡出现任何问题 后果将会是非常的悲剧 所以风险分摊是我的解决方案之一 降低单个内存卡的容量 也就是说我本来想买的是256G的卡 那我现在就买两张128G的 多买几张小一点容量的 分摊数据 分摊风险 降低出错的成本 所以说这个双卡槽的相机呢 就这么个好处了 每次旅行的时候如果我的主卡拍满了 那我可能把它格式化一下 继续的去拍 因为副卡才是我用来进行备份的 也就是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 我始终都不会格式化我在相机里的这张副卡 拍完了之后它满了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小盒子里 保存好 再也不用它了 做一个小标签 证明说这张我已经用过了 我呢会贴这么一个小胶布 防止我自己不小心拿错 反复利用它 这个错误呢 我真的犯过 应该还不止一次吧 因为这些卡都长得一样 咱买的时候就买了一对嘛 很难分清 昨天用的是哪张 今天用的是哪张 所以贴这么个小标签呢 至关重要 内存卡的收纳 我推荐使用硬盒 最好还能防水 我这个呢是PGY Tech 蒲公英的闪传盒 它可以保存4张SD卡 4张TF的小卡 基本上每次旅行都是够用的 运动相机的保存方法呢 也是像刚才一样 在国际旅行的时候呢 还可以放手机的SIM卡 哎呀 这些小东西最容易丢了 所以最好呢 把这些小东西都放在一起 随身携带 比较的保险 那这一套呢 就是咱们旅行的宝贵回忆了 那实际上光有这些备份的卡 还是不够百分百的保险 我会在每天拍摄完毕之后 回到酒店 再进行一次数据的备份 把我当天拍摄的所有的素材 全都拷贝到硬盘里 那这样我的照片视频数据呢 就有了两个备份了 提高安全的系数嘛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相机里边 那张主要使用的内存卡 它是可以被格式化 可以循环使用的一个原因 用硬盘备份呢 我使用的是三星T7的这个固态硬盘 先买了这么一个2T的 前些日子我又买了一个4T的 觉得不够 一个普通版 一个是防摔的版本 一个存视频素材 一个存照片 现在这个电脑的硬盘容量 说实话都不是很大 要想大点 还得再多加钱买 那不如买这种移动的硬盘 来进行备份 我基本上不在我的电脑 本地放太多的东西 也是防止系统突然间崩溃 数据就全都丢失了 那直接从内存卡 我就考到这个硬盘里边 进行备份 用这个闪存盒 有这么一个好处 它呢自带一个读卡器 并且是USB-C的接口 您看现在这个Markbook 就这么两个接口 一个插硬盘 一个插读卡器 刚刚好 我呢再也不用担心 忘带读卡器这事了 一出门不是忘了 带这个笔记本的转接口 就是忘了带读卡器了 反正忘带哪个 都挺尴尬的吧 之前还真发生过好几次 所以我对这事啊 特别的赏心 这种极多功能一体的产品 最好不过了 特别是适合咱们去旅行 反正是我的观点 能少带一个是一个 减少压力 像我现在用的 尼康D850和辐射的中化服务 都属于高像素的机器 还有平时我拍一些视频什么的 数据的传输量都比较的大 所以在传输速度上呢 还是会有一些要求的 不然咱们出去旅行 拍一天挺累的 光备份就要花好久的时间 也是很熬人的 所以在速度上呢 咱们还是尽量要选择这种 USB-C接口的 这样它的速度呢 能够快一点 咱们也能早点睡觉 明天接着拍 反正自从是换了这套 SSD的固态硬盘之后呢 我再也不用背着这些大硬盘 还需要外接电源 好家伙 非常的麻烦 现在特别的便携 特别适合旅行 现在呢 只需要就带这么一个小盒子 把这两套硬盘往里一放 就可以了 我使用的这个是 派利肯的1010防护箱 您看这尺寸 正合适 防水 防摔 非常的安全 这样一套数据存储的装备呢 只需要占用很小的空间 就可以足够的在旅行当中 拥有两份的数据备份了 绝对的安全 当然如果咱们手上那个主卡 它要是没拍满的话 那就相当于有了三套数据备份了 对不对 更安全 那回到家之后呢 我会把硬盘备份的这所有的数据 再拷贝一份 到我的这个DAS系统里边 这个系统呢 它会自动同步所有的数据到两个硬盘上 那这样下来 我就一共至少有四个备份了 对不对 备用的内存卡 移动的固态硬盘 以及DAS上面的两份的备份 那后期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在移动的这个固态硬盘上去做处理了 在笔记本上呢 我贴了这么一个魔术贴 移动办公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硬盘直接贴在这 端着电脑 就可以方便的到处走来走去了 那使用这个移动外挂硬盘去处理图像呢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在几台不同的电脑上自由切换 您看我一共有三台电脑 在家的时候我就用这个Studio去修图 插上就可以用 在外边呢 我就用这个MacBook打印的时候 我就用后边这台iMac 这样呢 所有的数据都在这两套移动硬盘上 我想用哪台电脑的时候 插上就可以打开继续做我的修图了 所以家里没干完的活 拿MacBook就可以到外边继续工作了 哎 昨天晚上上河边拍了一晚上 您看这个蚊子都给我盯肿了 再来说说这个闪船盒吧 我非常喜欢它的这个设计跟手感 缺点就是稍微有点沾毛 反正硅胶产品都是这个通病吧 这硬盘它也沾毛 但是好在呢 它是可以换的 并且有很多的不同的颜色可以选择购买 反正拿下来换套新的就行了 也增加了它的整体使用寿命 反正里边这个不容易坏嘛 挂扣的设计呢 可以说非常的贴心 可以把它挂在包上 也可以挂在包里的安全绳上 目前呢就只有SD和TF这个版本 我最近呢又买了点Type-B的卡 现在还没啥着落呢 希望蒲公英可以快点出一个Type-B的版本 赶紧解决一下我这张卡的安全问题好不好 好了 以上就是我的移动数据存储和备份方案了 那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呢 欢迎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在未来呢 也希望咱们有机会一起旅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